提供你不记忆的参考 然后数一下一个 谈肺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是 看第三点 第三点 谈肺内里你们比较熟的应该是葡萄糖跟甘糖之间的互换 所以一般的情况是说 在三餐用完餐 然后现在淀粉类的食物开始分解 对不对 在小肠融化表面开始出现单糖的时候 血糖就逐步的上升 所以一般在用完餐呢 差不多用完餐 半个小时之后到一个小时之后左右 一个小时这段期间开始呢 慢慢的这个血糖 血糖值就开始逐步的升高 那血糖的回复当然是正常 可是血糖万一那个拉得太高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肝脏就会有一个处理的方法 就是把那个多余的血糖 转变成为肝糖 那能够处理这件事情的地方 其实不是只有肝脏 肌肉也会喔 肌肉也可以合成肝糖 可是肌肉合成肝糖 有一点比较像是他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肝脏解决的是全身性的问题 全身的血糖的交解 好所以一般 什么时候肝糖会逆反应 然后回复成那个葡萄糖 通常大概就是差不多 11点你会觉得饿的时候 因为你会觉得饿的话 一个可能性是血糖 血糖是降低嘛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因为那个空腹 就是你原来吃东西的时候 胃被趁胎 然后那个胃缩回去 其实这个动作就会产生饥饿感 所以他跟你讲说 所以你看胃缩回去 那也只代表的是10米离开胃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小肠其实可能还在15.15 所以才说这个时间点 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吃东西 切记切记 好 然后所以这是这个其中一个 直接影响这个血糖调节 基本动作的部分 然后额外的这个动作的部分的话 有一些情况呢 可能要开发新的葡萄糖来源 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去把按计算 稍微整理一下 或者是像脂肪酸 把氨基酸和脂肪酸转换成糖类 那这个也是属于那个肝脏的一个代谢的这个能力 好所以糖类这个部分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很重要 血糖肯定很重要 血糖如果肝脏处理的不好 下一个倒霉鬼就是肾脏 对不对 所以肾脏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提到就是说 糖尿病当我们一般都看到肾脏的精神 最后会出问题 可是其实肾脏是受害者 好 那是因为肝脏这个地方呢 以及胰脏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去把这个血糖妥善地处理好 才会导致那个肾脏的处理负担变成重 长期下来造成那个肾功的衰退 好 然后接下来谈那个脂质的问题 脂质的话呢 第一个 肝脏是脂质的代谢中心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散体细胞 可以拿到脂肪酸甘油之后 再重新产生三酸甘油脂 那三酸甘油脂接下来再进入血液当中 好 原则上这个当然你们看起来 好像小肠就搞定了 但是事实上呢 应该听过脂肪肝 脂肪肝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脂质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也可以合成肝脏也可以合成中性质 等等等等 好 好 包括胆固醇 好 因为中性质占的比例比较高 好 合成胆固醇 然后再来合成胆岩 然后胆岩的来源就另外写好了 胆岩的先生就是胆固醇 所以他是把原本很难融入血的胆固醇 然后变成那个粒子化 所以使得它比较能够容易血脏 OK好 好 所以它叫胆岩 所以胆岩就带有一点清純性 你看好 所以类似于磷子 有这个特质 好 然后再来它也可以合成磷子 好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说 因为刚刚对于这个脂肪的合成啊 基本上比较没有限度的感觉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呢 长期性的血糖太高 长期性的那个 只摄取量过高 所以都会导致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肝的组织呢 就开始大量累积那个脂肪 所以这时候就会造成脂肪肝的现象 你有沒有吃过这个粉肝 粉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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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肝那种呢 这个吗 粉肝 我偶尔去吃让人家搬桌的那一种啊 那还是会有搭配切个鸡片那一种 就是没有很大片的这个小片 然后切黄黄的 粉粉刷 有没有到刷刷 你看看 所以叫很肝 很肝就是脂肪肝 鹅肝酱 鹅肝酱就是知道吗 鹅肝酱就是强迫那个鹅 鹅到脂肪肝 然后再把它那个肿大 含有丰富脂肪的肝取出来这样子 然后所有肝酱的 热量超级的高 有机会知道的话你就会知道 好 所以 那 其实这个就是 内脏会堆脂肪 可是肝比较特别 因为肝会在它的处置当中 直接堆脂肪 那如果现在是其他的内脏呢 如果现在就是很多人 这个严重的内脏脂肪 大概状况就是什么呢 有解剖过青蛙的比较有感觉 就是你把那个青蛙肚子 然后不是剪开吗 那剪开之后 不是看到那个肥厚的脂肪体 就是靠除掉其他内脏之外 然后第一个跑出来的 就是挂在那个肚子两侧这个地方 一小一小的那肢肪体这样子 所以你想像这件事情 发生在你的腹腔里面的状况 然后那种就是另外一种 尺寸的内脏脂肪 然后另外一个有脂肪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就跑多了 因为一般来说那个 皮下脂肪不会到严重肥厚的程度 除非你说说这个地方多了一点点 那也跟这边来比 完全不能比 我跟你讲真的 这边搞不起垮下一点点 这边就是会很拥挤的状态 这个完全不是同等级了 那还是留意一下就是脂質的社群 不要过量 好所以脂質的代谢肝脏也做了不少事情 好 然后接下来再回到那个第二点的地方 扣除掉这些比较大量的之外 留意一下 因为维生素 维生素基本上对肝脏来讲 有很重要的调节功能 所以肝脏这地方它会用了很多维生素 那一使用不完的会在肝子肝的组织当中出现 所以以前那个基础生物下侧在谈营养的时候 因为那边谈沙发系统会顺便谈营养 那地方谈营养好像有提到过 其实维生素有一个很好的那个营养不经典是什么 就是乳肝 理论上是乳肝 所以以现在的那个养猪 那个牲畜的饲养来说 我奉卷品 那个不管是这个禽类 还是那个畜牧的 牲畜基本上都不要去使他们的肝脏 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个到底有多少那个 打了多少症 或者是抗氛素等等 所以不要 真的比较多 比较安全一点点 好 那因为它是代谢那个血红素的中心 所以这个地方也会团有比较豐富的体质 所以你看 我们纯粹肝脏的一部分的种类来说 事实上其实它真的还不错 那以现在来说出 肝就是不适合适 好 接下来广告上常常提到的 下面第五点的地方 肝可以解毒 好 那这应该都听过 那肝要解毒的时候 对于是我们在讲细胞构造 我应该有补充过 肝的解毒呢 其实它非常需要一个资源 就是那些可以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化合物分解的酵素 你看 那这些酵素常常都放在哪里 它的解毒中心常常都是放在 好 都是放在平滑内脂网 它的平滑内脂网上面呢 有很多那种放在膜上面的酵素 OK 那个我们才刚结束的那个 熔毛上皮细胞的膜 是不是也有酵素 所以内脂网的膜上面也可以放酵素 那这些酵素呢 有很多都可以称为叫做细胞色素 细胞色素的话 它是在强调它是细胞里面的重要的主场 色素是在强调它可以吸收特定的波长的光 好 不过我们不是要它吸收光 好 这个胜素的词只是在凸显出 它对于特定的波长有吸收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鉴定它的存在 好 但是它的功能呢 有可能是煤 好 那也有可能是电子栽体 就是协助化学反应的工具 那这个资源基本上非常重要 所以对肝细胞来说的话 平滑内脂网的表面积越大 就是代表它的解毒功能就越好这样子 所以一般来说肝细胞它的平滑内脂网 都会比其他的细胞 平滑内脂网在的比例要来的比较吃重 因为平滑内脂网不是分两种 就是粗糙跟平滑 粗糙比较偏向也是高气势体的合作对象 对不对 以分泌跟蛋白子相关的分泌物有关 那这个呢 比较是偏向于糖類脂脂的合成 以及解毒 好 那这个就是 所以解毒之后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一个 比如说将氨转变成为尿素解毒 尿素当然也有毒 可是氨跟尿素的等级差了50倍到100倍 这个等级差很多 然后呢 那个药物要解毒 所以一般口服性的药物 其实它要面对的第一关是谁 就是你想像一下 假设你吃了100毫克剂量的药物吃下去之后 事实上在甘肥基因外送到甘肠之后 其实有一些已经被先堆开大便分解掉 所以之后再出去了才是真的会发挥的剂量 所以有一个比例原则就是说 一般来说你口服的剂量可能要提高 因为你要经过那个甘肠的作用 所以要乱去直接打 那那个剂量就可以比较低 可以比较直接 只是说有些人就不喜欢 那也有风险 说真的吧 这相对来说也有风险 所以如果有一个药物可以口服 我们可以直接用注射的方式的话 注射会比较直接 好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本甲酸 本甲酸基本上呢 对我们身体也是超级堵的东西 那谁认识不知道是哪一个用品 不知道是容器还是食品容器的 也是提到本甲酸 因为这个也是很伤肝 所以肝脏呢 如果说你遇到的本甲酸不多的时候 它可以利用甘肝酸 这是一种氨基酸 然后再形成马尿酸 所以马尿酸在这个血液当中太多的话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你可能身体持续性能接触到一些 比较高浓度的分甲酸 然后再来 它也会去分解一些固醇类 我们先讨过来念好了 就是你比较熟悉的类固醇 有没有 所以你擦那个药膏 类固醇 不用某一些那个 因为感染发生的药物 类固醇 对不对 固醇类的药物的话 其实它的单些重心就是在肝脏 所以为什么讲说 那个固醇类的药物 你真的不要长期服用 因为你长期服用的话 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它需要去 去处理那个固醇类的 固醇类的化合物 因为性腺基素跟腎上腺 别的素都是固醇类的 那基素基本上 它是消耗品 然后这一段时间之后 一段时间内 它可能需要濃度高一点 然后呢 调解 调解的这个周期结束 它可能就降低 因为消耗掉 它没消耗掉 就把它分解掉 好 那问题是一般的基素 濃度只有PPM 所以你去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肝脏 平时要应付的工作量只有PPM 然后你突然间呢 给它吃了这个几毫克就好了 对不对 或者包括涂膜在那个皮膚上面 它那个浓度一定源 超过平常那个肝脏的负荷量 所以如果你现在固醇类的基素 用太久的话 你可能要你的肝脏持续性的 维持一个非常沉重的复旦状态 所以该功能可能就会因此 而有一些异症 所以一般我们讲说 固醇类的基素 为什么常常会伤到两个肾 两个内脏 一个就是改脏 因为它是代谢中心 那那个肾 肾脏 因为它很导臉 它是排泄中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内脏是 比较可能会受到固醇类的这个药物的影响 所以如果那个医生开点3天计量 就是3天计量 也就是准时吃 比如1.3444 也就是准时吃完一个周期 就3天后5天结束就是停 然后再观察 好 跟功能 到这边 接下来看五味熊 230页 好 这我上次已经看过了 就是狼腸这个痘状 基本上在草食性的动物一般比较发达 可以1到2公尺的长度 所以 比如说五味熊的话 假设它的狼腸有个2公尺的长度 所以 当小肠去把那个纤维 比较重的成分送到这边来的时候 那这边如果还有空间 对不对 我就把那个食物呢 堆在这里 看嘛 发酵 它是死巷子 所以堆堆 发酵完 能吸收的吸收 不能的话基本上还是要送出去 好 OK 多了这段的好处是 我是不是多了很多的空间 可以塞食物 好 可以看到吗 因为发酵需要时间 OK 好 那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它主要依赖的还是工生菌 所以草食性动物对于纤维素的分解能力比较好 那个纤维素酶不是它的 那我们也没有 一般来讲通常会有纤维素酶这个工具呢 几乎都是微生物 比如说原生生物当中像鲜毛虫类的有 像那个白蚁有没有 白蚁的肠道当中就有那些鲜毛虫 所以鲜毛虫这种也有 它很多细菌都有 然后那个症菌也有 所以几乎都是微生物才会有纤维素酶 高等生物的话一般比较不会 所以你的肠道越长两个菌就越多 两个微生物就越多 那如果这些微生物呢 都是异菌都是共生的 那这时候它就可以帮你分解这些食物 所以我们的比较遗憾一点 我们就是左边那个 比较偏肉食的 通常鲜毛虫这一段呢 它就只留下一个退化的痕肌又短 这时候提供的空间表面基因相对比较少 所以细菌养的比较少 所以这时候呢 你对于这些纤维素的分解能力就会比较差 所以好好顾着你的那个残慧的共程序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空间毕竟还是受到限制的 好 那除了这样的处理方式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做法 可以来提高那个纤维素 因为空间嘛 一个是空间 然后换来那个时间嘛 对不对 好所以像牛的话 基本上就是处理掉 反除动物呢 它的处理方式就是你看下面那张骨 然后那个箭头啊 可能颜色比较深 要稍微去想一下 就是 牛在口腔咀嚼食物之后啊 接下来这些食物呢 可以进入到那个食道后面有一段特化的构造 叫做蜂巢位 好 牛有四个位 好 好 所以食物过来之后呢 一个选择性呢 是进入第一段的蜂巢位 那蜂巢位的容量很小 所以有一些食物呢 就会再继续进到后面蜂巢位的下一段叫做流位 就是它有靠近肚子那个地方超级大的 所以这边容量量就比较大 蜂巢位的容量量就比较小 好 好 然后所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它 比如说它这段期间就非常拼命的在吃草 好 那所以呢 就有一些堆到蜂巢位 有一些堆到柳巢位里面 就开始发酵了 好 然后等它呢 诶 这段那个用餐时间结束之后呢 好 那这段现在呢 可能就没有草可以吃 所以接下来的做法是 把刚刚鞋面 已经吞进去了 好 那正在那个柳 蜂巢位跟柳巢位里面发酵的食物呢 然后再把它 再把它 吐 吐 回来 然后再来一次 好 或者是再来一次 你用点 我不知道这个柳巢版的 对啊 好 就回来之后呢 可以进风巢位 然后 可以进风巢位 也可以尖尿位 好 然后 所以 回来口腔再度的咀嚼 咀嚼之后再吐回去 好 然后它也不够细的话 它再来一次就是 乳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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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等到食乳发酵到差不多之后呢 或者这个颗粒变小之后 就可以再继续往后推 推到下一段 哦 下一段就是在那个 蜂巢位的后方那个地方 哦 跟流位这之间 还有一个叫虫版位 OK虫版位的话 它的表面积 你看那个虫版 它用了很多重叠性的构效来增大幅增加表面积 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哦 就可以去增加那个 开始一些吸收 比如说水分 哦 比如说已经有一些可能出现的这个小酸子的糖分 然后胖物质等等 哦 已经可以开始少量吸收 然后 接下来呢 等到那个虫版位处理过之后 哦 虫版位比较像是它真正的这个 这个位了 好 然后重叛位之后呢 接下来 再有一段 咒位 哦 所以 咒 大家知道为什么它是四个位 就是这四个 哦 重叛位开始呢 就真的有比较丰富的表面积 哦 所以一方面呢 可以食物继续这个分解 哦 另外一方面呢 已经可以开始做一些究竟成分的吸收 好 那真正 要谈到大量吸收 还是要到哪里去 还是要到后面的厂道 哦 所以在到达厂之前 其实上你看 哦 重叛位 这个比较像是我们的位 的卫士 那前面那个地方的话 像蜂巢位的话 它比较像是那个刻画的石道 哦 这样的性质的安排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看 它是在长刀之前去做文这样 好 那刚刚那个 像那个五味熊有没有 它是在盲藏这个地方 额外这个残入出去 多了一个延伸的空间 然后让食物有比较多一点的发酵时间 好 那这个是利用那个食物的防范 所以哪怕是草食动物它们在促进那个 纤维素对这个食物分解的手段上面 还是有一些差别 然后 所以那个 因为印完之后颜色比较深 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那大致上的架构比较强 好 231页这边资料超级的 写的文字很多 其实都很简单的概念 所以刚刚提到的 其实 动物体内的共生菌真的很重要 然后可是 共生跟寄生啊 常常真的是有比显示的 那你身体健康的时候呢 那些活力生物便宜跟你共生 而你身体不行的 它还是要活下去 所以这时候呢 它的角色会比较像是寄生 因为它是开始利用你身体的资源 这时候呢 你的身体就开始出现一些异样 病症 所以 共生一般大前提是说 大家是真的可以互相弥补 这个对方比较欠缺的部分 所以身体健康这个时候再来谈 所以有时候啊 你让人们会吐 困到肚子 只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不行的 微生物呢 就只好改变一下它的生存车略 好 那以人来说 我们的共生菌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 开始喝母乳了 那一下 你体内就开始有那个微生物出现了 所以 所以当初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一般目前的看法 比较那个时候比较不用去看共生菌的问题 所以应该是在哺乳这个过程当中 那你开始吃出生之后 开始吃东西 那时候呢 微生物就开始建立放你的小马上 那刚进来的时候 也不会就这么厉害 那些那个前面几个月或半年 然后呢 伴随着食物进来的这些微生物一进来之后 就自动跟你建立共生关系 所以回去问你妈妈那个当年 不知道还印象深不深刻 就是小baby刚出生前面那个六个月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像兔奶 然后拉肚子有没有 或者是那个搭片就是很稀 也就是拉肚子 有没有 那搭片颜色很古怪 新爽 有没有 我就问就知道 因为你小时候一定那个搭片中喷的 一定有这种经验过 对啊 那为什么会跟现在的搭片的质感差别这么大 所以某一种程度是 你那个时候啊 细菌还在跟你妥协当中 所以你的肠道的共生菌的菌相还没有建立好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消化能力 跟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 但小baby的这个消化套还在发展当中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 可是共生菌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个如果能够在小时候呢 这个食物你可以吃一些比较不得 所以记得你要生小孩的时候啊 其实你可以先从那个 那个食物更清淡的开始 就是不要太重口味 太咸 太咸的那种 那连那个粥啊最好就是 幾乎是没什么味道的那些 然后慢慢慢慢在下重 这样其实对于那个 这个肠道共生菌的建立有用 那现在还有一些商品 不是一直在强调那个什么 喝是 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开始补充那个果果糖 那个其实也是为了养细菌用的 因为那个果糖 果糖这种的话 它是比较小分子的糖类 那那个对于那个 微生物来讲它利用上比较方便 所以你给它比较简单的营养 那所以就方便这个某些 比较有益的细菌呢 更快建立它的自己的势力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菌相 你的肠道当中的微生物的群集 就比较容易固定下来 所以共生菌的来源 主要是你自己吃进去的 但是它需要有一段那个 和谐发展的这个时间 那各位接下来的问题来了 那等到后来我们建立的 这个共生菌 到底主要的种类是哪些呢 目前来说 你看那个阿博数字第二点这个地方 目前来说的话 像小肠前面那一段的话 因为它会接触到酸性十米 它的酸正在综合的过程当中 逐步的转成弱酸偏中性 对不对 所以小肠的前段这个地方 一般来讲 如果要看到共生菌的话 比较可能会看到像乳酸菌 就是酸嘛 其实乳酸菌不是很太酸 就很诡异喔 它自己产生乳酸 可是乳酸的pH大概只有 五点多到六分之间 所以乳酸没有很酸 你给乳酸菌太酸它会死掉 所以碰到那个胃酸会死掉 然后大家还有可能就是练球菌 像这些是比较是消化到前段 会出现的 那比较变后段的部分呢 就可能会开始出现大肠菌 可是大肠菌的话 当然大肠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段落 但是四肠那个小肠后段 尾肠这个地方也可能会有大肠菌 因为这个性质上面来说的话 乳酸菌也不定的适合在这个地方生肝 所以一般那个 有些教科書就很简化的写说 我们程道的共生菌主要是拿两个家族 就是乳酸菌跟大肠菌 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就是这样子 可能还有练球菌 那每个人的那个体内的共生菌也不尽然相同 因为比如说 你是三餐必吃辣的 然后一定要吃很咸的 或者一定要吃很甜的 那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共生菌的菌香 那如果你真的有去吃果宝糖 就会发现 那个据说啦 有吃过的都说 那个什么吃了果宝糖之后 那个消化到会变得比较顺畅一点点啊 等等之类的 那个其实应该就是共生菌香的影响 好 所以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所以好好用你肚子里面的细菌 好 好 好 肚子里面有用啊 因为它不太酸了 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 除非它用飙车的方式迅速通过胃 对不对 它只要在胃停留半个小时 胃液的分泌量就会够多 所以这时候它就要被迫接受强酸 对不对 然后它就被强酸干掉了 所以能够顺利通过胃的就是 好 肌少主 对对对对 你不是这样吗 有 只是比较浓厚的糖水加一些正筹器 金球 我是一直不知道它怎么把我来的 但我很怀疑就是可能 比如说本来只会通过10次 现在变成12次 大概是类似像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实验室里面的条件 实验室里面的条件 跟东西进到人体之后 真实的情况还是有差别的 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慢慢顺利到小肠的话 用胶囊 胶囊不行 胶囊的不耐酸 它还是会通过啊 比如说你这个口气喝一罐 你只喝一杯 就很少 不然你就灌一罐了 灌一罐的时候 因为它会流很快 而且里面很多糖 糖通过胃的时间比较快 所以糖的也是刺激 会使食物加速通过 所以你口气快一罐 对啊 可是一个月之后 你应该就胖了吧 不然就吃那个 纯正原味无糖 自己做的 不然你自己做喔 我以前不是有教什么做的那种说法 纯正天然 有啦 你就去买那个啊 比如说你喜欢金球优酪乳 好你就去买金球优酪乳 然后呢 那个喝掉四分之三 留下四分之一 然后呢 再补那个另外四分之三 然后接下来把它切切了 好 然后拿去那个瓦斯炉 用这个小火 稍微加热 然后接下来放到那个大同电锅 大同电锅很简单 对不对齁 如果没有大同电锅 你就用比较差一点的 那个一般电锅 然后就这个保温通 保温 保温 不要加热 保温齁 加热就死了 然后保温 然后大概放十到十二个小时 然后再拿出来 那个就是优格 这个最简单的做法 那如果你要好一点的菌子的话 去网路上找 那个 如果你有管到的话 食品工业研究所 他们有那种很好的菌种 他们每次只要挖一小汤匙 然后就可以做大概两公升 我们以前都是用这种做法 然后 然后那个就是 很多人会去买那个优格机 有没有 它其实就是恒温 恒温器 恒温培养器 恒温培养器 这样子 那时候 那个老板退休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我要一台这个东西 也实际上那一台放的没有怎么样 可能有人要 那时候我先抢了 就是那个 无菌培养器 然后就把那一台要回家 所以我的是比较有效率的 因为很大一台 所以我就 每次就是一口气 用奶粉比较便宜 然后所以一口气 配好几罐 然后每一罐里面 加一点点那个醋菌 然后先切开 然后放进去培养器 12个小时之后 就会变成是 非常扎实的这个 油漏乳 非常酸 所以保证是 那个发酵非常好的 那个菌 菌的密度是很够的 菌素是很够的 可是因为这样的话 像如果你不要加砍的话 它就很好 它就 那热量就不会那么高 所以开始吃这个 如果你可以接受那个酸味的话 就是直接像这个 吃非常嫩的豆花 或布丁的那种质感 那如果你觉得需要调味一下 那你就点缀一下 加个 冬天加草莓 夏天加 夏天加草莓 我会忘记了 芒果成分 很高欸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是愿意的 草莓喔 去日本一定要吃草莓 是不是草莓 好 好 好 就是 就是你可以点缀一点 那个水果 那个口味就差很多 这样子 哎 如果你真的 非得要够钱的话 那只好用一招了 就是买那个不纯草莓的蜂蜜 有沒有 稍微淋一下这样子 就是 到那个 那个 那个 儿童的餐碗里面 然后这个 用一个螺旋状的那个 蜂蜜 隔一下 大概是很好吃 对啊 所以这种做法里面 你看这个都是画一个调味的问题 它 它为什么讲说很纯 你会发现喔 它做出来之后有一种东西 就是一坨白白的 然后一坨 然后大 大颗小颗 那个就是最精华的部分 对啊 所以 所以景竹如果你要试的话 你可以试那个 连搅拌都不搅拌整坨 那个是那个乳酸菌的精华 然后整坨把它吞进去 然后補定一下 对啊 应该通过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好 好 就这样 好 那个 你们如果 那个 导山鞋 像是两包子的 两包子的 两包子的后来 搞到哪里去 那个最近呢 我们都 我们买了一台新的那个 铁养箱 完全是干净的啊 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 所以你们可以那个 我 不用啊 我那边还有一些菌 可以弄个两包给你们分 这样子 但是 而且不要用鲜奶 成本太高了 我那时候为了 每天做啊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沉清啊 再吃 我买那种 那种 麦厂跟那种 牌罐奶粉自己泡 成本身很多 蛤 可是一定比鲜奶便宜啊 鲜奶比较浓度比较低啊 蛤 蛤 那你就每天去发酵 要发酵完之后 找一间办公室去先暂时冰一下 就是比如说中午放下去 明天中午抽成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放到冰箱里面 然后再下一 隔一天就可以吃了 这样子 先冰冰凉凉的比较好吃 这样子 离你们那个 在隔壁班 又在团定那个什么 包米霍手 包米霍手 其实是 高三能够这么勇敢 跟你讲真的 高三你一定要忍住 高三胖下去之后 一路就不会买 高三你别走 高三你没有忍住啊 可是我当年还没有到胖的程度 因为那时候还有在长刀 所以就没有到胖的程度 我真的晃起来是在那个 当兵的时候 当兵会有瘦的胖 就是说野务很忙啊 你知道吗 所以野务很忙 但是呢 又跟那个 那个指挥官 是同一个餐厅 所以那个餐厅 都會有很不錯的 我都很怕食物他很配合 所以我就稍微有幫忙解決一些儲物 然後那時候因為當兵很苦悶啊 所以又加上有一點小小的特權 那個識別證 我的識別證還蠻好用 我不用加太多 因為我在試應部啊 所以我就拿著識別證給我來說 我要出去 這樣子 連簽品他都不敢看我簽的 我就出去了這樣子 所以還蠻好用 隔壁就是那個林宮 林宮的街上當年有兩家店舖 一叫休閒小站 休閒小站的綠豆沙是炒好吃的 然後林宮當年也有一家美味等級 米美一中雞排的 所以一定要是這兩個更多 每次出去就對了 我偶爾時間長的話就進市區 那就有無限的想法 他沒有當仁普的 我是業務人家 他們是小特權 所以偶爾會利用一下 然後隔壁辦公室的工我是蠻喜盒 他也會帶我出去 因為他的業務裡面又需要我幫忙 所以我們就會進市區 給我有一些同學 基本上也是那個 忙到快要 軍官已經忙到快要上吊了 就嚴重憂鬱症 然後每天早上起床就是一股苦花的 然後隨時都覺得他很快要自殺 所以我說就是 偶爾就會趕快找幾個聚會一下 看這些人可不可以承不下去 好 管戰車的 很可怕 管打仗的基本上 那業務壓力都很大 那我們是管氣體戰的 就比較簡單一點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 你會打嗝 你會放地跟什麼有關係 請看那個下面括號4的地方 比如說腸道風神菌裡面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像甲腕菌這種 相對數量比較少 可是會產生氣體的 好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是為什麼會打嗝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留意一下那個胃裡面 然後優分補血感菌對不對 後來整個知道那個 會潰瘍發生的重要的因素 然後是因為我們螺旋感菌 好 請拿 給他 搞定 後面的文字敘述多了一點 然後233列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以蛋白質的攝取 如果你要比較健康營養一點的話 請留意這一些胺基酸 當然你不用去吃真正的 精緻過的蛋白質 有人在賣這種產品喔 就是補充那個蛋白質的那一種 這太精緻了 這已經純化過了 所以如果你要吃一些比較優質的蛋白的話 就是如果它裡面含有這8種必須胺基酸 人體的20種需要的20種胺基酸裡面呢 有8種只能依賴食物群的 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去做轉換 這8種必須胺基酸 那以外來說其實最簡單的原則 就是植物性的蛋白 比較容易會有這一些必須胺基酸 植物的胺基酸通常會比較齊全 所以你可以去攝取一些豆類的蛋白 所以喝豆漿真的比喝牛奶老 以現在的營養的觀點來說 因為現在牛奶都不知道怎麼去營養出來的 所以牛奶的話其實可以佐量少量 你真正要喝的話可以喝那個豆漿不錯 所以那個紅豆湯、綠豆湯可以吃一些這樣子 那玉米基本上也是一個不錯的來源 然後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要乳肉來搭配的話 那就是那個紅豆白肉 就是那個穿穿搭配 然後像油脂也是一樣 油脂的話就是說 像植物性油基本上可能會比較偏向 也是不飽和脂肪酸 動物性油會有比較高比例的 飽和脂肪酸 所以你應該要稍微這個 分配一些給那個不飽和脂肪酸 就好 消耗我們就搞定了 後面再進入新進度 好 好 好 那卡卡到這裡 好壞喔 你頭變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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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